那我们这一份的这边的这两个例子 我觉得很适合当 就是你如果是初学机器学习的时候 最放在最前面的两个例子 那通常一开始学的例子 怎么样是比较好的例子 就是越小越好 很小的 然后呢把所有的架构流程走完一次 那你基于这个架构继续长大长大长大 那你慢慢的就会对 这些机器学习的所有的复杂的例子 你会比较容易有掌握 最不好的例子就是例如说 明明基于学习可能有这主要的这五个流程 但是呢你第一次看的例子 可能就在第一关或第二关卡了非常非常久 久到你会放弃 那代表那个例子可能不太适合一开始来看 但等你先做过一些比较小的例子之后 再去做那个大的 你会比较有掌握性 至少不知道你目前是在哪一个阶段 好 那我们上次第一个例子跟房价预测有关的这个部分呢 一开始我们先把我们要用的module先载入进来 所以这边当然同时也考验着你前面 我们在讲浪拍Pandas的时候 你的模组的汇入 因为目前这边有多了Mapper Library跟Sippo 所以如果你前面浪拍Pandas的安装那些都没有问题的话 当然这边就是照样画骨炉的去把Mapper Library跟Sippo汇入进来 然后从下一行开始他就开始用Pandas的语法去把这个资料汇入进来 那资料汇入进来的这边的选择上 一个是在你自己本身的 目前的这一支App点拍的同一个资料夹中 那比方来说 我在App点拍的旁边放了一个Data资料夹 所以我就这边才会写Data斜线 然后写这个档案 如果你是直接把这个系列之余放在你的App点拍旁边的话 那当然你就不要写这个Data斜线 那或是你更偷懒的 你直接想要去读取我放在Github上面的那个网址 记得是前面有个roll的那种 有一个roll的那一种呢 你把整个完整的网址放在这边 也是可以在这一行执行的时候 直接去远端把那支系列之余拉下来 也是OK的 但是档案太大的 我就不建议这么做 档案如果小小的就 其实你确定来源是稳定的 那也OK 你也可以直接远端把它载进来 那载进来之后 通常一开始在程式码面做的东西都会是资料观察 就是先初步的了解一下目前资料的东西有哪些 有哪些栏位啦 然后呢他目前的这些资料从统计的角度上来看的分布状况 或是目前跟你当前的目标的一些关联性 那这个阶段当然要做的事情就是如果你发现你的所有的收集的这些资料 都跟你要预测的目标完全扯不上什么关联性 那就代表你要再退回去 退回去到取得资料这边去收集更多的资料进来 我觉得实务上会是这样 而实务上在你 比如说帮某个公司导入资料分析的时候 可能会在第一步第二步第一步第二步跳很久 去把针对当前的那个问题的理清 我们这个五个流程其实还省掉了一些东西 就是一开始应该是要先定目标 就是我为什么要做这个题目 我想要用这些前面的因子去估价 猜出后面这个房子的价格大概是多少 所以呢前面的这些因子到底跟你最后这个结果有没有关联性 这要观察这个阶段其实我们只能说是很初步的去看 也许有些时候你这边还看不出关联性 那但是最后一切还是结果论的英雄 就是你最后出来的这个结果是不是还算满意的 那就可以让这个模型试着上线去跑看看 虽然上线也不代表 就即便我在这边拿到了90分 也不代表上去 这个系统上去之后会是很好的 不一定 就是还是要实际跑完之后再回来校正 好 所以前面大概你会看到的一些东西就是一些资料分布啦 然后一些观察 然后上次的这一句嘛 就是我手边载入的Sibon好像是旧版的 然后大家载入的是新版的 那新版它有强制你要去清楚的告诉它 什么你要放在X轴 什么你要放在Y轴 要不然它会 旧版的是会跳紧告那新版的是会跑不出来 它就直接限制住你了 这种就是向前相容做的比较不好的软体升级 那没办法你如果看到的话那你就是跟着它一样 就是稍微修改一下 加个X跟Y 那也谢谢上次同学有帮我发现 这样写 那就可以往下继续走了 好 那再下一个PairPlot它就把所有的因子全部两两搭配 然后呢做出这张大的图 所以稍微依据你的电脑效能会稍微跑了一下子 然后把这个图跑出来 那跑出来之后 因为我们的重点观察目标是Price 所以我们会在意所有跟Price这些 所有跟Price这边有关的 所有跟Price有关的各项 也就是最下面的这一条 所以每一个跟它之间的关联性 看起来好像大致有点关联 但是没有觉得非常清晰 那没关系 就先初步的观察一下 这个阶段当然有些时候你会有收获 有些时候就不一定 没有拿到什么东西也没关系 你就先知道说 大概你在这个阶段 有可能会利用Mapr Library跟Sibon 做一些初步的观察 那这个观察当然有几个目的 第一个就是如果发现完全不相关的 你可以在这个阶段剔除掉 剔除掉那个栏位在后续的使用上 好那上次大概做到这一页 所以你就从这边去把你的装案 把你上次的VS Code的装案打开 我们目前这样的例子因为都还算教学型的小贩类 所以大概在你自己的电脑跑都不会太久 应该都还算撑得住 大概到我们课程的最后几周吧 开始跑TensorFlow的时候 那你会觉得大多数的电脑应该会是跑不太动 所以那个时候当然有几种选择性 一个就是RUN到Google的云端资源 或是那个微软的云端资源上 然后呢或是国网中心 这一类的就是有比较快的电脑可以让你去跑 那有的是会需要费用 那当然你如果没有要花费用 还是要用你的电脑跑 也OK 只是它会 就是说训练跑下去的时候 你可能要去喝杯咖啡啊 回来再看一下 它到底跑完了没这样子 所以上次后面这边大概就是做了一些 资料的观察 还好到这边 然后我们就从这边开始 至少你资料要先load进来 那这边观察要不要再做都还OK 那再来我们就是回到第四页这边 第四页这一页 这一页它这边讲到的就是我们上次所提到的 目前到底未来这个模型 在做仿价预测到底效果好不好 我不晓得 所以呢 我只能依据我既有的资料来做判断 所以我保留了30%来做当前这些测试 那70%呢丢进去让它产生 让它做训练 那这边呢会有一个两个惯例的变数名称 一个是大X 一个是小Y 大X这边指的是你目前把你当前的手上 DataFriend所有东西做index locate 举出每一列 前面是每一列横的每一列全部拿 后面呢是直的栏位 我从头到第五个 但是不包含第五个 所以是01234 这样去拿出 做出这个大的X 所以把这一行跑下去 这样跑下去之后呢 你去观察一下这边 我们就观察一下这边 所以你的原本的DataF是5000笔 你的X还是5000笔 因为你全拿嘛 这个是不是全拿 那后面呢 后面你说你只要前 前01234 前5个栏位 是不是出来是5 然后原本是7个嘛 所以它巧妙性的 因为这个就是设计过的sample 所以设计过的sample 它做的事情是什么 设计过的sample 它是不是把巧妙性的 把前面的01234是要训练用的嘛 然后呢 最后这个栏位 price这边是那个 那个你的目标值 就是你接下来预测出来的结果 最后一栏 因为夹杂的文字数字的例子 那在没有经过处理的状况下 你把这个资料你是无法拿进来做使用的 你大概一个基本的原则的思考是这样 就是AI是哪里来的 AI是资讯工程里面的一个学门 那资讯工程里面的这个学门里面呢 它的背景上大概都夹杂着哪些东西 数学啊统计啊相关的这些东西 所以基本上它要把模型要往下跑 它需要的东西会是数值 也就是数字化过的东西 所以呢 这种资讯扔进去就没有办法做 它要能够往下做的东西 因为原本那些模型是怎么被建立下来的 也是基于数学啊统计 也算把那些东西做出来的 所以它要的input会是数值化过的东西 不论你原本是影像 原本是一句话 那原本是一堆表格的资料 里面的文字资料 这些对它来讲都需要再过一手 才有办法往下去走 好所以它就目前的这一份资料 就巧妙的让你把后面这两个栏位干掉之后 然后呢你就刚好拿到前面这五个 就是你要判断的 要拿来做训练的因子 好所以这边是F点拍那边 再来一个是Y值 Y通常是拿来做目标值的变数名称 所以这个Y 好 那我们只取出Price那一栏位 所以就变成Pandas的里面的Series 因为只有那一栏嘛 只有那一栏的资料 那一样是5000笔 5000笔资料 就是最后的那个栏位 好所以你等于是把题目卷跟答案卷切开了 对X有点像题目卷 不包含Price嘛 不像题目卷 并且把主要的东西趁机也剔除掉 就是Ditch 那Y有点像是你的答案卷 也就是对应的 对应的同一个Index D0列对应到这边的D0个 就有点像是它的答案 好所以你把这个东西切开了 变成大X跟小Y 再往下一步骤 再往下一步骤 就是开始进入我们的第一大块 我们说目前在我这门课的规划上 基确概论 大概主要用到的模组是两个 一个就是SK Learn 那另外一个就是TensorFlow 那所以你前半段的课程 大概都在SK Learn的范围底下 所以这边如果你之前没有Input过的话 你就是要去Input PIP PIP Install SK Learn 到这边 SK Learn就好了 因为这个等于是它里面的东西 概念上其实就跟你前面的这个一样 我们用到Mapr Library里面的Pyplot 但是你要Input的时候 你就直接把这整个模组Input进来 就PIP Install Mapr Library 那这边也是一样 如果之前还没有载进来过的 你就要去把PIP Install 把SK Learn带进来 好 那就看看那句你就会知道了 From SK Learn Killium Model Selection 基本上如果你有跳骑士的话 代表你应该已经有带进来了 它从SK Learn的Model Selection Input里面的Chain Text Billings 那你跑这一行看看 如果你这一行会过的 代表你目前环境中 目前你的正在执行的这个Python环境中 有SK Learn 那如果你这一行跑下去 它跟你讲说 它不知道SK Learn是什么的 那你就要去走我们前面 就是你前面怎么装NunPy 怎么装Pandas 怎么装Mapr Library 就一样 去把SK Learn带进来 好 那一旦你有了SK Learn带进来之后呢 因为我们现在要用的这个方法 是在SK Learn的Model Selection 里面的这个方法 Chain Text Spirly的这个方法 我们是用它来做切割的 好 可是你可能会有一个疑问 就是说我们本来不是说 就是我们就是要取70%当训练 30%来当测试吗 那我不就抓前面70%的力当训练 后面30%当测试就好了吗 可是这样做是不好的 不好的原因就像我们上次所说的 你有十份模拟考卷的时候 到底你要做哪七份 是比较好的 哪三份拿来做测试是比较好的 通常最理想的状况就是 你的训练的那些有Cover 大多数的状况 然后呢你的测试也是比较平均的 散布在各种状况 就比方来说你现在最理想的动画 你拿到的这70%里面 房子有便宜的 有中等价位 有高价的 那你的测试那边切出来的30% 最好也是有便宜的 有中等价位 有高等价位 就代表说你的测试 有点像是一个缩小版 你的训练呢 有Cover到大部分的状况 这其实就是有点像是说 为什么有的人 为什么大部分大家在找人会希望是有经验的 就是有时候我很难清楚的描述给你说 我这个工作需要的技能 但是呢 即便我写的再详细 但是我可能写的还是不够完整 但是你跟我说 你本来就当过专案经理 当过了五年 我觉得你当过了五年 你应该大部分专案经理会遇到的坑 遇到的事情 大概都撞过了 所以我找你来 我就觉得比较安心 就有点像那个概念 好 那现在的状况就是说 你自己去切的70% 30% 有可能会没有切那么漂亮 所以我们就请模组里面的方法帮我们切 看看效果会比较好 那它这边使用的方法上 我们来看一下它切出来的 首先呢 它在前面定了四个变数 Xtrain xtxt 然后呢 y的 y的 txt 四个变数 然后这四个变数呢 是从 train xtxt 这边 这边 这让出来的结果 来接收的 好 那这个方法呢 它说你要给它什么 它说你要把 所有的题目 所有的答案 然后呢 你这一刀切下去之后呢 你要放多少是放在 测试那边 好 你只要设定 训练跟测试 你只要设定其中一个就好了 就是它这边说 你可以设定 train size 或是taster size 那 基本上就是 你这边是30% 那就代表 train那边是70% 好 所以你就设定其中一个就好了 然后最后 有一个值 叫做 random state random state 这个东西是什么 它是说 这个东西是一个 随机的种子值啊 就是你设定了下去之后呢 相同的 相同的这个种子值 代表 你切出来的东西会是一样的 好 那为什么它要保留一个 随机性呢 就是你到底取哪些是70% 哪些是30% 有可能你在调这个中子值的时候 会调到某一个状态是比较 刚好它random切出来是比较漂亮的 那你怎么再次重现那次的随机性 就靠它 就是再用同一个random state的值 你就会拿到了 那这个值一开始就 一开始就随便定 奖励上我是定多少 54 就是这个值 一开始 你就先随便定一个数值给它 所以我这边的54 也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解释的空间 就是 也许是我一开始参考 某一个sample的时候 它就定了54 也可能是我 让了这个例子几次之后 我发现54出来的效果还不错 所以我就定了这个54的 这个数字 好 那你这一行跑下去 看看会发生什么事 你这样跑下去之后呢 你去这时候 你的variables view就非常好用了 往下看 你的variables view应该就会迸出 你刚才所定义的这四个 一个 两 一个 两 三 个 四 个 好 然后你去看一下 它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 它把 X-Train跟X-Test 因为你说 0.3 全部是多少 全部是5000笔资料 所以训练是不是留了70% 5000的70% 是不是 3500 然后呢 A-Test这边是1500 对应过去的对应过去的X-Train跟Y-Test也是3500跟1500 那当然它这么做的好处是什么 现在目前的这四个东西的Index是对应的 这四个是两两对应的嘛 就是我这边对到的X-Test 对过来的这个1500的这个答案卷 它们两个的所影子是对应的 就是说这边的D0比也代表说是那边的D0比就可以拿到目前的标准答案是多少 好 所以有模组来帮你做这件事情就轻松啊 你就不用自己去一直在试各种不同的那个到底怎么切或者怎么写那个逻辑会比较好 他一次X-Train跟SVIDIA就帮你把这四个东西 你待会模型需要用到的东西都一次帮你做完了 好 那做完之后 再来 好 做完之后的下一步啊 就真的要开始去跑 记忆学习了 好 你这边所看到的就像我们一开始在第一堂课介绍model的时候有说到说 如果是比较偏数字类的 用到的方法大概都是什么什么regression 所以你看这边用的第一个例子 用的第一个这个方法就是linear regression 那这个方法躲在哪里呢 它躲在 一样是S-Train这一大包 好 所以再从S-Train里面 的线性的模型里面 然后呢 去把目前当前要测试的这个 带进来 好 所以跑这一行 OK 去把linear regression这个东西纳进来 好 看看确定有顺利的载入进来 好 载入进来之后呢 它这边要怎么开始使用 就是先定一个变数 然后呢 使用linear regression方法 来产生 好 那我们这边目前 它有一些参数可以下 但是我们现在是都用预设值 所以里面是空的 没有下参数 好 那这样你就在你的 你可以从变数这边观察一下 用吗 这边有一个REG 所以你有了这个东西之后的 下一个动作是什么 就是把那个70%的东西放进去 就像我们说的 你有10张考卷 你现在拿的7张考卷的题目跟答案 题目跟答案 很努力的拿来做你的准备动作 就是下面的这一行训练 好 那它需要什么 是不是那70%的题目跟答案 也送给它 就是拿的答案 拿的题目跟答案 题目跟答案 就是这边的X圈 3500 配上这个Y圈 你拥有考古题的题目跟答案 题目跟答案 题目跟答案 一直看 然后呢 去做出这个系统出来 就靠这一行 所以这个是一个极简版的状况 就是目前这个例子是最最前面 最适合当入门 因为它每个步骤都很短很小 然后没有遇到什么太大的问题 那当然你到越后面越复杂的时候呢 可能这些模型有一些参数要调整 再来呢 就是在TensorFlow的运作中 这个训练的过程的这一段 要设定的东西是很多 比较多的啦 那你就有很多的东西要调整 跟这一行跑下去通常会很久 在TensorFlow的过程 那你现在跑当然就 0点 我这边是0.7秒 0.7秒这一行就过了 就是没有什么感觉 好像它就是一个 很普通的一行程式嘛 你就把它跑过去了 好 那这一行过了之后呢 代表什么 这行过了其实 就是你就拥有了一个模型了 你就拥有了一个系统 你可以把它想成是 你有一个东西 你只要丢进去给它房子的那五个特征 就是 另外一个你会常听到的这个字啊 你会常听到的这个字 Feature 特征 它指的就是你目前当前对到 你要做出那个结果里面 你收解那些Tunes 因子 就是你如果从 事情发生的原因跟结果来看 就是那些因子 跟那些跟这件事情 跟这个目标有关联性的 你会看到一个专有名词 会用课程 或是英文会写feature 这个字 好 那你现在等于拥有了一个模型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模型啦 你现在定名为REG的这个模型了 所以 它就是一个系统 所以呢 它有东西输入进去 它会跑出结果出来 好 所以你来看一下 这边的下一行是不是利用它 产生结果 所以它是 定一个变数 Traditions 去接 这个模型去跑 Tradit 好 就直接请它去预测结果 那我们有没有预先准备好的 可以考它的题目 有啊 你是不是预先做了一个XTest 这边有1500笔 然后呢 这边有5笔 那个5个栏位 这个就是你的考卷 所以你把这个考卷丢进去 你把考卷丢进去之后 出来的这东西到底是什么啊 Traditions到底是什么啊 你把考卷丢进去之后 Traditions到底是什么啊 Traditions到底是什么啊 Traditions这边它出来它用什么 它用让pire array 然后呢 里面有1500笔 然后呢 那你好奇的话 你可以把它倒出来看一下 Traditions 考出来是什么东西 就是一个阵列 里面有一笔两笔 一笔一笔的结果 一共有 有几笔 1500笔 为什么 你是不是有一张 你是不是有1500个房子的 基本资料 扔进去了 所以它就奉出1500个房子的 价格出来给你 它是从这边丢出来给你看 这个就是最终的这个价格啊 那你用这个价格 可是下一步通常是怎么做 我有没有这1500个的标准答案 标准答案在哪里 标准答案是不是在这边 Y test 这个1500 就是 现在这边这个是你的模型的作答记录 1500笔 那老师怎么改考卷呢 就是你这边是不是有一个 Y test 这个1500是你的标准答案 所以你是不是拿这个跟这个来比较 这之间的差距 为多少 当然你不能说 我第一个对到 没有一模一样 你就错 第一点错 第二点错 第三点错 那你最后出来应该分数会非常少 会非常少 你在做数值预测的时候呢 数值预测的时候 它很难完全做到百分之百精准 所以你不能够用一般对答案的方式去把这个结果对完 你会出来的结果会很糟 所以一般来说 如果是做数值类的预测 它其实是在把这两个数字 观察这两个数字之间的差距量 那越小就代表你越接近它 你预测出来的东西越接近你要的那个结果 所以这里面的一些评估的公式的计算方式 通常就是这两者的相减啊 取平方啊 或是开根号这类的东西 那你单纯看这个preditions 有点困难的去知道 这每个数值到底预测的好不好 不太可能每一个 每一间房子每一间房子这样去对啊 这样太累了 所以呢 下一个阶段 那是不是在你分析这个结果的时候 你会需要很多的评估指标 这一页 评估指标 那评估指标相关的方法 也躲在SkLearn这一大包 也在SkLearn这一包 那如同我们之前在 让PyPandas Siphon 然后Mapalagra好像都讲过 所以SkLearn 是不是也会有一个 他自己的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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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kLearn.org 这个 这个 进去 又一个站 SkLearn.org 进来之后呢 怎么用 那我用改版过了 Api Api 看看好了 Api Reference 好 这样好不好找 目前我们有用过的方法 挑一个 是这样 好 例如说 我想找Lineary 规定好了 好 从这边 Lineary Go Go SkLearn 有没有这个吗 SkLearn 底下 Linear Model 底下的Linear Regulation 是这个 就是从这个进来 来看 就是如果我们之后 有要做得更精细的时候 要有哪些东西可以调 要再从这边再调 好 所以 又一个站 这个站台 然后呢 就是从Api 这边进来之后 右上角这边搜寻 去查询 当前你觉得某个人语法 你不太确定他 还可以怎么玩 还有哪些用法 这个当然 也在 可以写在你的其中作业里面 比如说 假如我们上课 是这样写而已 上课没有套什么参数 这样子 对不对 那你可能好奇说 我在面对一个新的问题的时候 套了哪些参数之后 出来效果会不会是 比较好 然后呢 为什么加了那个参数 用了不同的词 比原本的预设值好 这个你就可以写在你的 其中作业就有东西可以写了 你就可以把它写进去了 好 那我现在有了这个预测的结果 可是一堆数字 我不知道怎么评估 我的结果好不好 所以呢 我要再回到XKLearn里面 去把里面的Matrix 评估的东西里面 挑一个来带进来 他这边用了一个叫做R2Scope 这个方法 他其实 评估的方法的选择 会跟你的题目目前是数值类的 还是分类有关 那数值类的相关 其实也还有好几个方法 但我们是挑了一个比较直觉 可以看得出来 那个分数一出来也比较容易解读的 他有很多像什么 你可能听过什么MAE 还有相关的一些 就是几个字的缩写的那些 也蛮常用的 但是这个我觉得是最直觉的 最直觉的 这边你看到他说 Based possible scroll is 1.0 所以你就有一个凭据 越靠近1.0的 但是他说也有可能会出现 复尺就是不太好的状况 也有可能会看到复尺 然后还有什么 Always Pree 好 所以大约靠近1.0的 你会知道那个结果是比较好的 所以我们把这个评估的方法 再进来 好 那你现在有一个评估的方法了 那你就可以用这个评估的方法 怎么用 你就是要给他标准答案 标准答案 标准答案 Traditions 你的作答的考卷 把它带进去 好 这样 好 炒完之后呢 它会有一个分数 对不对 有一个分数0.92 看起来好像还不错 但是这是不是代表 我们就做了一个 天下无敌的很厉害的一个模型 从此之后 任何房子的这五个因子丢进去 就会出来一个很完美的价格 不是 很可惜 并不是 并不是 你看这0.92只能说 基于这5000笔的房子的资料的 这一个状况 情况下 我们切割了里面的1500 拿来做测试之后 得出来的结果是0.92 所以如果在 所有事情的前提跟环境跟 各种的情况下 都跟这个目前这5000笔资料 是差不多的话 那你有可能可以用这个模型 预测一个未知的另外一个房子 得到 不错的所领的价格 就是会有非常多的前提 那当然只能说 你依据目前这5000笔资料得到的结果 你会有点信心 好像这个模型这样套用 跟这五个因子 跟这个方法 Linear Regression 合在一起 好像是OK的 会有点信心可以继续往下 因为你得到一个分数 算是有靠近1的 0.92 当然 接下来的故事会是什么 接下来的故事当然是 几个方向 第一个是 我能不能够让这个数字变得更好 能不能超过0.92 更靠近1 这是个方向 可以试着去看看挑什么 可以得到更好的结果 所以也包含到 你的其中的那个作业的撰写过程中 你可以去 比如说你第一次先参加这个比赛 得到了12357名 然后呢 分数可能是0.6 然后呢 你再参加第二次 所以呢 你在这过程中 你改了哪些东西之后 让这名字稍微往前提升一些些了 虽然名字不在 我很concent的重点之一 但是呢 我比较concent的是 你知道 你可能调什么 会有帮助 这件事情你可以写在 你的报告里面 好 然后 这个图的结尾 它最后是不是 用了一个东西 因为 你前面 有展入 Naper Library 好像一直没有用到嘛 所以它这边就用了一下 画了一个图 Gator 前面有载入 我是不是忘了载入那一行 有吗 然后呢 它里面放了 Y Tax 跟Traditions 把这两个放 XO Y 走放进去 然后 如果先补设定颜色可以吗 好像也差不多耶 也是蓝蓝的 那 设定颜色的差别 放个颜色 有啦 有不一样 它第一个颜色不是补录吗 Blue Blue 是比较蓝 再蓝一些些 好 你最后的这个可以设定这个点的颜色 然后 因为你目前的这些资料 1500个点 站在这边 很多点都黏在一起 有点看不太清楚 它们太清楚的原因是因为每个点都是 十星的 所以呢 全部黏在一起就变成一坨 所以 这个时候你可以用一个小技巧 好 那 这个小技巧在哪里看得到 那 就一个这样 看看 看得到 到这里 这里看 α 这边有个 透明度 这边有个α 在这里 α值 所以说我们把α值调一下 调 0.3 看看有没有不一样 有没有比较明 比较 就是 代表说其实在边边这边 点其实是比较少的 然后呢 比较多的集中的点 可能还是在中间的这一大桌 也许还可以再调 然后 下下 更明确的地方应该是蛮多 是更集中在这附近 这附近的这个点 就在落在这边这样子 好 所以你可以 就是 你说那可是参数 每一个方法型都有一大堆的参数 你不可能一个一个这样看 所以呢 怎么做 第一个当然就是 从你的需求去推回来 我可能有一些些什么需求 然后呢 我回去找Mapr Library的官网 然后呢 查一下Skater方法的各个属性的介绍 可能有一些 就会找到你想要玩的东西 好 所以目前你面对的 浪拍 Pandas Mapr Library Zibon SkLearn 都是一样的道理 大概都对应的 他们每个都有一个网站 都有一个API documentation 都有一个地方可以去搜寻语法 再往下走 好 所以你就可以利用这些东西来往下去进行 好 这是第一个例子 那你要做铁囊 你看那个例子 就是一样啊 就是先 我就跟着这边分开好了 我就再看一个新的资料奖 好 一样先放置APP点 Hi 然后 铁囊的资料在哪里啊 之前应该有一个资料集的网站给大家 去搜寻 去哪里 应该是我的 有放吗 我好像是放在那个啦 就是上一个例子的 奖励的尾巴那边 哦 对 对 对 就是这份奖励的最下面这边有两个网址 θc这边 帮你点够 帮你把这个也记在笔记好了 然后我也找不到 看到的画面 就是 看到的画面应该是像这样 这样子嘛 对 然后呢 这边有个RAW 这一笔资料58.9K好像不是很大 那我们来玩一下那个好了 好 这网址长这样嘛 对 点了RAW之后的网址就是原始档案的这个网址 是这个网址 那我们来试一下 我们之前说 3的csv 可以远端 到底可不可以用 好 那我们先把这个例子 前面这几行跟我们前一个例子差不多啦 所以你就直接把它打进去了 先把它抛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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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是一样 这几个 目前前面几个例子 我们大概都是用这几个东西 然后 sibon这个例子有没有用到 就很忘了 那我们就反正先载进来 sibon没拿进来 好 这几个 然后再来 cf等于tandas.readcsv 我们来read一下远端好了 远端就这个网址吗 roll开头的喔 看看会不会很慢 有一下下 但是还OK 它跑0.9秒 有roll进来 那你确定一下 按一下变数 看一下 看一下有没有拿到 我891比12个栏位 现在你有从远端用网址的方式 就是把这一支csv roll进来 好 你要小心不要roll错的档案 就是 它原本的档案的网址 这个是有bhub界面的 这个 那这个才是它的原始 是roll开头的这个 才会单纯的对到这一支csv档 这个虽然网址结尾也是csv 但是它有bhub的界面 所以呢 这个不是 iSound的程式码要的 是这个 roll的这种 好 所以roll的带进来之后 你应该就会看到像这样子 就是你 那个their friend 这边有拉进来 那这一份资料里面的东西 到底长什么 样子呢 所以这边你看它第一句是 DFDN 先做个观察 好 所以观察的时候 我们就拉过来看一下 八百九十一笔十二个栏位的资料长 十二个 三十八九十十一十二 十二个栏位在这边 那这十二个栏位的解释 在 我有把它放在讲义 第七页这边 第一个 passenger ID 審客编号 好像没什么帮助 这个passenger ID 好像这个流水号 一二三四五 第二个 哦 关键了 survive 就是 立录下来这八百九十一笔的 这个人在 当时 这个人是 有活下来还是没有活下来 0是没有 1是有 P class 有分成 一等二等三等 一等二等三等 那这一等比较高级还是三等比较高级呢 你可以偷瞄一下 费的票价就知道了 一等 一十一块 这个当时 这个不知道是英镑还是美金 然后三等 七块多 这个一等也是五十几块 所以大概知道了 平函是一等 高于二等高于三等 就是三等 然后再来呢 陈克的姓名就是比较乱的这一段 就是他的名字 有的名字很 长 然后还有什么 花号什么东西 这个资讯就比较乱的 再来一个 性别 男生女生 年纪 还有小数点 但都是点零 二二三八一 再来这个呢 SIBSP 这个就是 有一时候 栏位名称 因为怕太长 导致于你 太长 可能你会觉得 这边 横轴 占了太大的空间 所以他就写成 SIBSP SIBSP 是 Sibling Sibling 是兄弟姐妹 就是你旁边的人 兄弟姐妹的 Sibling 是兄弟姐妹的 就是你旁边的人 兄弟姐妹的 Sibling 是你的配偶 就是有结婚的话 但是你看这边如果写成Sibling Sibling 太 横的占太大空间了 所以 通常目的 就会是为了这样 这样 但这个Pasinch ID 不知道为什么没有缩小 好 第二个也是讨厌的 Touch 就是 第一次看会以为 是不是某一种 水果还是什么东西的 然后呢 他其实就是 没错 就是 就是 那个父母跟小孩 父母跟小孩的数量 所以 再下这个是Parent and Child 再下一个就是 船票有一个编号 但是这个编号 资讯也是比较杂乱 所以你看到它 不是一个很单纯的数字 它可能有 夹杂的一些什么 什么样的方形 还是什么的 或是说 什么样的 就是有的没的东西 会写在这里面 这个资讯也是比较乱的 再下一个Fair 就比较明确 就是数字了 再下一个 Haven 是 仓房有一个编号 就是 第几间房间 或什么的 那这边其实 我们才捞钱 无比资料 大概就已经看到了 这个就是 空时 就是那一格 当年这份资料做的时候 没有被记载好 所以那一格被空下来 那一个空下来的时候 在你在Data Frame里面看到的标示 就会是 NAN 就代表这一格当初 没有被记录下来 好 最后一个是 Embark Embark 是说 这个 这个船呢 有几个地方可以上船 那个登船 有钢口 分成这三个地方 瑟宝 王后镇 南岸普顿 有分成这几个地方 可以上这艘船 铁拉命号 所以呢 它就有分成 最后的这个资料 Embark 就有三个可能性 C 或是Q 或是S 好 所以这一份资料 其实我觉得也是 呃 为什么是 机器学里面 也是蛮经典的 练习的例子 它大概也把 很多元素放进来 有比较杂乱的 有空时 有 东西是有三个可能性的 那有一些是 合成过的数字 有 浮点数的年纪 性别是 妙跟非妙 两种可能 但是都是自串 然后呢 P class是 一二三 之外的目标 只很单纯 就是0跟1 所以你要的 这整个专案 做完要的结果是什么 就是 假设今天 我拿到了 第 892个人的资料 那那个人的资料呢 除了 Survive 这个栏位 不给你看 其他的栏位的值 我都给你 这些栏位我都给你 就是某个人 他叫什么名字 男生 女生 几岁 他有没有带 兄弟姐妹去 那些上船 然后他睡在 他是住 买什么样的房型 这些都给你 Person ID也都给你 但是就不给你 Survive 再来 请问你的模型 能不能从这些东西去 推测出 他到底是0还是1 这样 推测出一个结果 好所以 从答案卷来讲 就是很单纯 就有点像是你今天在做一份 是非题的考卷 就是他的答案 答案很单纯 就只有0跟1 所以 其实这个比赛的参加呢 也不一定要见模型 就是 打开Excel 然后呢 把那一整列都填0或1 你就可以交卷了 你就也会得到一个分数 只是不一定好看 如果很幸运的话 也有可能 出来出来一个结果 就是比你用模型做还好 也有可能 因为如果你刚好0跟1 选对的话 你用可能出来一个结果比 你用模型做都还好 好 所以这个题目很单纯 就是你最后做 这个模型最初 最后结果产出也是只有 一笔资料进去就是出来 一笔0或1 二十笔资料进去就是出来 二十个0或1的结果 只是由这个模型来做出 这个推论这样子 好